以后想吃粘豆包,别再出去买了,教你在家就能做,不塌陷,一次就能成功。 碗中加一碗黑米,糯米,红豆,花生,一勺清水没过豆子,扣盖泡发一夜,然后给它清洗干净,放入蒸笼中,整理平整,扣盖上锅蒸熟,倒入碗中,放入红枣碎,玉米粒,葡萄干,白糖,一勺糯米粉,用手给它抓拌均匀,太干可适当加点水,然后给它团成球,记得团紧一点。 先裹上一层糯米粉,沾上一遍清水,然后再均匀地裹上糯米粉,放入蒸屉,水开及时蒸20分钟,健康又好吃的粘豆包就做好了,喜欢你也收藏试试吧。